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過去十年 香港一直面對貧富懸殊 工資下降的問題 雖然近期失業數字下降 基層市民的生活依然很困難 區議會選舉在職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呼籲候選人回應民生議題 承諾當選後改善居民的生活質素 有人說區議員沒有那麼大的權力 你要叫區議員做那麼多 其實不可以 只是一個諮詢架構 我們明白區議員可能沒有一個實權 說政府一定要做這件事做那件事 但過去經驗就告訴我們 它是有一個反對的權利 它不可以叫政府做 但它絕對可以阻礙政府 讓它做不到 其實這幾年政府經常都說 我想開老人院 我想開殘疾人士院寫 但地區有很多反對聲音 蔡凱偉從事社會服務研究多年 曾經參與區議會 在地區上的扶貧計劃 他認為區議會不應該畫地圍牢 自我限制 現在選舉制度某程度上做成這樣 因為他拿了幾百票去當選 他正在看的就是他那兩三條街 變成當他要選舉的時候 他要確保繼續當選的時候 那兩三條街的居民的聲音 他們擺放得很蠢 我想做區議員 他應該看是要自己服務整個地區 他應該有一個比較前瞻的 有理念的願景 就不是只有一件事發生的時候 就只是回應那件事 或者只是做一些 江武昇平的嘉年華會式的事 如果這樣的時候 區議員的角色 事實上就真的… 可能被人覺得很低層次 好 再見 黃英琪曾任灣仔區議會主席四年 灣仔街市重建 和附近市集的保留 是他任來的工作之一 我記得第一次來看 這裡只是一個通道位 這裡是沒有舖的 因為這個街市是縮進去的 所以我就說 如果這裡設幾個舖位 其實這裡的生意一定會好 而且連帶會帶到多些人流進來的街市 很難得政府會聽 政府會是要長一點時間 因為它好像一個大洪空母艦 要轉身也很困難 我在灣仔四年的經驗 尤其是當主席那四年 就是如果你跟部門有更多的溝通的話 很多的想法 其實大家是可以有一個共識的 離開區議會的工作 黃英琪繼續以居民身份 關心灣仔社區的發展 我去四年 我是叫做局外人 我在區議會之外 去看區議會究竟做些甚麼 但出逢我要列之外 我發覺原來區議會 可以完全不在我的視覺裏面 意思是說我們看到現在區議會 它是資源多了 它是攪的活動也很頻繁 但是它攪的活動 因為那個性質 都是民如康樂的多 或者是旅行聯誼的多 於是它吸引了某些參加者 就只是那一批 我很希望看到一個真真實實的社區 有血有肉的社區 而這個社區因為區議會的存在 而有所改變 居民會覺得 即是讓我去理解 究竟我的權益在哪裏 我們的社區的規劃 無論是運輸署的建議 路政署的建議 規劃署的建議 市區重建的建議 區議會有甚麼方法 令到居民參與其中 一起去影響 屬於我們自己的社區的未來 我認為區議會的資源真是不少 如果我們是好好地運用 其實可以做多一些政策研究 可以做多一些社區的論壇 在世界各地很多的城市 很多的議會 其實很重要就是做這些論壇 在這些論壇裏面 將政策的正反面 去提供給居民不同角度的思考 令到他們都會知道 是有一個參與感 這樣才能夠落實到社區民主 香港人口有老年化的趨勢 長者如何可以在社區 過得舒適的退休生活呢 南區區議會 和社會服務機構合作 推動長者友善社區計劃 由區內長者提出建議 兩位街坊、關伯伯和張先生 很關注這個海濱公園的設施 好像類似那樣 所以它部份改時做 跟民同的設施 多數年輕人或小孩玩得多 適合我們長者玩的 是少之有少的 我們既然能夠關注 不只是民生方面 就是我們所謂長者的活動方面 因為我們在社區那裡 尤其是公園那裡 有些設備讓我們能夠遮掩 有少量的運動 其實對我們的長者有很大的幫助 我看到這個工座很窄 真的轉身也轉不到 而且地下很濕滑 最大的缺點是甚麼呢 那些欺人蹲下的敦式 對我們的長者來說 蹲下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因為是不能起床的 我們將這個問題提出後 很快得到改善 現在我們很方便了 我希望內屆區議會的區議員 應該要注意到 不只是你們所想的 要給那些親身感受的長者 來提出他們的意見 今次區議會選舉 將會選出412位民選區議員 而當中最觸目是新增五個 被視為超級區議員的議席 由區議員之間提名 並且由全港350多萬選民投票選出 晉身立法會功能組別 不少政壇重量級人士 亦落區參選 令選舉氣氛變得刺熱 區議員本身在政治功能上 除了在地區的諮詢工作 在政治動員方面 就變成了一個政黨的裝腳 特別是在超級區議員選舉時 到時要看地區上有多少支持 人選是很重要的 除了有一個明星效應以外 在地區的工作 地區的工作得到市民的認同 亦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都是建一步走一步 我們先選了區議會 然後在所有當選的議員裏面 我們看看哪位是最合適 去參與這個所謂超級區議會的議席 我們希望民建聯的成員 如果他們想參政的話 我們都希望先去嘗試一下區議員這個層面 因為區議員這裏是一個挺好的 給他們一個鍛鍊 就是鍛鍊學識怎樣做地區工作 怎樣去建立自己那支義工的隊伍 怎樣把自己介紹給市民認識 從而得到人家的支持 選了區議員之後 他們有五個的位置 在立法會的位置 就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選 我們希望能夠再進一步 爭取多一點的全面普選 區議會也是全面普選 立法會也全面普選 令到我們能夠選出一些有足夠的 或者是在區議會佔多數的民主力量 去監察政府 我們不會通過區議會這個渠道 去做立法會議員 因為我們反對這個政改方案 所以我們不會參加這個功能組別的選舉 如果你通過選區議員再做立法會議員 就立即支持功能組別 我覺得你們調錯了 不是超級區議員 我覺得他們將來會是一個超級立法會議員 如果政治明星落區 是真的想推動區議會的改革 我非常支持 無任歡迎 但是如果這些政治明星落區 其實就是為取得一個議席 令到他們可以參選一個叫做超級立法會議席 我覺得要反問他們 究竟他們想怎樣去改善和更新 他們所屬的社區 他們對社區有多少承擔 將來如果有百多二百萬人投他們票的時候 他們還記不記得選到他們出來的小選區 以及他們怎樣去分配 選言語能 一場熱烈選舉過後 當選的區議員能否履行競選承諾 為地區、為社會謀福指 將會由選民監察判斷 區議員有一個發聲 為我們發聲的機會 而你亦都要有一個責任 就是你主動去投這一票 主動去要求你自己去發聲 或者主動去要求別人幫你發聲 去做一個民意的代表 我們希望選民去看一個區議員的時候 都應該超越自己個人的利益 超越那兩條街的利益 而看回整個區 所有的居民 特別 我想大家都應該關注 那個弱勢社群的情況 大家一起去這樣做 令整個社區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 都有一個空間在裡面活動 好好地生活的機會的地區 所以面對今屆區議會 這麼多的新人 我看樣子 其實很多80後 我們是70後 大家是20多歲、30多歲 大家是對社區的發展 社區的規劃有甚麼抱負呢 我覺得反而市民和選民 是要問他們這個問題 你們是沒有人 Folk 中文每個地方 都在市民的 paying 選民 característ for 吧 Ottawa